大家好,我是曹,今天我们来逛一下浙江安吉的藏龙百铺景区 这个是景区的大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感觉的 一个城墙爬满了藤蔓 旁边有块石头,写着一个繁体字的纤 怎么进来了?这个景区的门票非常便宜,只要30块钱 但是停车费要20块钱 前面这边是景区的导览图 这个景区基本上是线性的,我们从入口一路的往山顶爬 旁边能够看到很多的瀑布 这个景区主要就是看瀑布的 走起,太平天国农耕馆 这个景区除了说看瀑布的自然景观之外 还稍微有一丢丢的人文情怀 这边是当年太平天国运动时候 其中一支部队的一个据点 所以山上也是有一些当年太平天国的遗迹 走了一点路,我们就见到了这个景区的第一个子景点 它叫做太平田 就是这几棵大树啊,背后有一片梯田 这个是当年太平天国运动时候 中王李秀成,他的部队驻扎在这边的时候开墾的一片农田 于是就得名叫做太平田 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话题其实有点敏感哈 但我这边也不适合多讲 大家心领神会就好 这个子景点叫做神龟厅铺 就是前面啊,这边有一大一小两只乌龟 左边这边翘起来的就是两个乌龟的脑袋 大乌龟的背上是背着一只小乌龟 两只乌龟的脑袋都是盼向前面的瀑布方向哈 感觉好像是想要更加清静的去聆听瀑布动听的潺潺流水声 大概爬到三分之一路程,我们就见到了这个叫做英聚龙潭的子景点 在这个瀑布的下面有一个坛啊 传说这个坛的里面有一颗龙珠 那么这个坛的上面啊,有一只老鹰 对这个龙珠是虎视眈眈 但是下儿好像寻觅不出那个老鹰在哪里哈 总之就是上面有只老鹰在寄予着下面的龙珠 于是啊,这个坛里就有一只蛟龙藏在这边守护着这颗龙珠 那么这个蛟龙和老鹰就一直在这个瀑布的两侧对峙着 叫做英聚龙潭 走,我们接着往上面谈 英聚龙潭往上面再走一点点路 我们就见到了下一个主营点 它叫做龙珠铺 就是前面这个,感觉就像是一匹白沙,从天而降 那么这个龙珠铺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典故啊 传说小白龙也就是西游记里名唐增骑的白龙马的前身哈 他有一次看到西施在河边换沙 于是就问西施要了一匹白布 但是白布拿到之后 小白龙在过仙人桥的时候哈 就是一会儿我们往上走会见到下一个主营名 叫做仙人桥 在过桥的时候哈 一不小心把这个白沙是掉落了 于是白沙就幻化成现在大家眼前见到的这一条白色的瀑布 前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龙珠铺那边提到的仙人桥啊 大家看就是前面这块大石头 在悬崖峭壁的中间是横跟着这么一块巨石 仿佛就是一座石桥啊 我们走进了之后看一下 这个仙人桥它有个点部啊 传说在这个悬崖的两侧是住着一对情侣 那么因为这个山崖的相隔 两人是没法相会啊 他们美丽的爱情故事是感动了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于是就派了一个大力士下来啊 给他们扛了这么一块巨石 压在这个山崖的中间形成了一座石桥 于是两人就能够雀桥相会了哈 我们往上爬了一点 爬到了仙人桥的上面从上往下看 大家看就是这块大石头 上面还长了一棵树 这个景区的游步道是把这边封起来了 否则的话我们人如果说能够走到这个仙人桥的大石头上面 在这边打个拨拍个照 还是相当的浪漫啊 这个瀑布叫做洪贯龙门 大家看这个瀑布后面的石壁是方方正正 仿佛好像整体就是一块巨石啊 当水流充沛的时候就会整体的把这个巨石给覆盖住 于是传说这个瀑布的后面就是龙门啊 这个景点下耳朵没法把它圆了 为什么这块大石头就是龙门呢 我们讲龙门一般是讲李悦龙门是在黄河那边 那这边跟龙门有啥关系 好吧不管了 我们接着往上逛 沿着铁楼梯往上爬在这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平台 我们人能够站在这个平台上 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我们身后的瀑布啊 现在下耳身后的这个就是刚才下耳都没法把它圆的龙门啊 那么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手伸出去 感觉离这个瀑布的石壁的水流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 可能还差个二三十一米吧 小小的手太短了 好吧我们接着往上爬 走着再往上爬一小段 我们就见到了这个景区里面最大的一条瀑布 叫做长龙飞瀑 长龙飞瀑一共是三级啊 三级合在一起的落差是60米 这边这个是第一级 然后上面是第二级 再最后还有第三级 前面那边还有一个锁桥 走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个是中间的第二级啊 再往上看 藏在另外一条锁桥的背后 就是第三级 这个锁桥的下面啊 是一根一根这样子的木棍 踩着还是有些抖动啊 很会晃 现在身后这个就是长龙飞瀑的第三级啊 也是最高的一级 长龙飞瀑的第三级 最强的一级 大家看上面这个铁楼梯还是有点抖的啊 走我们接着往上爬 我们差不多快爬到山顶了啊 这一片视野非常的开阔 大家看啊 这个长龙摆瀑景区旁边的这个游不到两旁 全部都是这种竹子啊 远处的山上也都是种着竹子 浙江的安吉林安这一带的竹子是非常的有名啊 我们在这边的路上开车 路两旁的山上 漫山遍野全部都是这种竹林啊 这边的竹子主题的景区也是有很多 像是大竹海啊 还有竹波园啊等等 持续关注夏尔的频道 夏尔带大家一个一个的游览 这边的景点 这边有一颗竹笋啊 是夹在了游不到的两个铁栅栏的中间 感觉可能把这个铁都要给撑破了 这种竹笋它的力道是非常的大的 中国古代有一种非常残忍的心发 叫做竹形啊 就是把囚犯给它绑着 放在竹笋的上头 然后给竹笋浇水 那这个竹笋就会长得非常的快啊 长得长得 竹笋就会硬生生的把囚犯的身体给它冻穿 那囚犯就在痛苦中死去啊 叫做竹形 朋友们 跨过了一条条的瀑布和一片一片的竹林 我们爬到了山顶啊 山顶这边是一片村庄 有很多的农家乐 然后我们跨过这个村庄之后 能够登到长龙摆铺景区的最高峰 叫做龙灯台啊 也叫看灯台 我们在这边歇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就开始去登顶 这村庄的中间有好大一棵银杏树啊 千年银杏 我们沿着左边的这条路 能够去到龙灯台 走着 山路农庄 朋友们看 这农家乐 前面这一大片的空地 这要是夏天的晚上在这边 啤酒烧烤露营 该有多爽啊 这个山顶如果能够住一阵子 相当的惬意啊 这个山上的村庄 车也是能够开上来的 有公路 前面左拐龙灯台 那么穿过这片竹林 我们就到了长龙摆铺景区的最高点 我们在龙灯台这边眺望一下远处的景色啊 这个一根一根像箭一样戳上来的 就是一些新的竹子啊 这些竹子的根部已经是这种翠绿色了 但是它的尖尖还是像竹笋一样的被壳给包着 远处那边就是刚才我们进来的入口啊 从这个入口到龙灯台 它的落差是458米啊 爬上来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吧 龙灯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啊 叫做看灯台 当年太平军在这边驻扎的时候啊 如果说打了圣仗 山下的村庄就会举办灯会 驻扎在山顶的这个料望的太平军啊 就会在山顶看山下的灯会 于是啊 这边就得名叫做看灯台 那看完龙灯台 咱们长龙摆铺这个景区就游好了 我是善儿 关注我的正面体频道 带你游遍祖国的道和山 咱们拆车见 拜拜